程式不多 蠻常用到啦 删除列的話一定是有個範圍 然後裡面的話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這個儲存格假如日期兩個字就把它删掉 以後的話可以沿用在別的地方上面 大致上就像邏輯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做那個複製日期的動作啦 其實因為我們下載下來的東西 它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們需要做的是什麼 把那個這個日期部分呢 它只放了年 但問題是我需要年還要月還要日 所以需要怎麼做呢 需要把這個年加上下面的月日 但是又不要前面這個 你會發現它下來的東西好像有點問題 我剛剛顯示錯誤是因為 你會發現底下2012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到2012以後的 2019 你會發現2019下面這個儲存格 它其實裡面還是放2012 所以顯然我們要的資料是怎麼樣 我們要的資料是需要什麼 把它原來日期裡面的年留下來 然後呢再去跟它下一個儲存格的月跟日把它做串切 OK OK 也就是說年然後再加上它的下一個儲存格的這個什麼 月日 那當然呢有幾種做法 你把它當 把這個資料當日期看待的話 一個方法 要不然的話你也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當文字來看待 那文字看待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算第幾個字 比如說這個是從這個資料裡面的 第幾個字呢 從第五個字 一直到後面 5、6、7、8、9、10 第十個字 OK 你就把這個資料跟前面資料把它串在一起 那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原來的位置 可是問題在程式怎麼寫 我跟各位講一下 程式如果有些程式假設你不會寫 你可以檢視裡面有一個叫做Ctrl G 有沒有 即時運算式窗 那你可以先在這邊做練習 如果你OK 再把程式這個寫成什麼回圈 這樣有的時候會比較不會出錯 那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這樣的話你可以 即時運算式 我要把什麼 把什麼東西 放在這個儲存格 放哪裡先寫 Sales 這個儲存格的話 是第幾列呢 第二列 的A欄 裡面的話呢 請你幫我把什麼 把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原來的資料 原來裡面放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2012 AND串接 串接它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怎麼表示 就是2加1列就好了 第三 那你可以輸入3 如果將來乘4是應該加1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個裡面的 第五個字以後 第五個字以後你可以有個序 叫MID MID的這個函數呢 Essal裡面也有 VBA一樣 第五個字開始 所以 豆.5 豆點 到 那 第三個參數是要幾個字 那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後面的字全要的話 我打個99就好了 99意思喔 全部都要了 那你就不用算幾個了 因為你還要算什麼 5 6 7 8 9 10 10個 別人這樣 當然你可以輸入5 應該是5個字吧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應該六個才對 不過有的時候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乾脆打個大一點 你可以打個10 20都沒關係 不過我習慣打個99 意思就是全部都要了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或者說你把這個 再按Enter執行看看 如果你Enter執行 結果是你要的話 那就表示說 他把後面這個東西 幫你串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我們把Enter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Enter過之後 他就把這一段程式幫你執行過去了 那這個叫藍寬不足 把他拉開看看 如果拉開之後呢 結果是我們要的 那表示這樣的一個邏輯是沒有錯的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只有跑一個 可是我下一個 下一個 他之間怎麼樣 有個規則性 都間隔多少 間隔3 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是2 然後再間隔3 就加3 5 再加3變8 所以如果說 我要每間隔 每個間隔3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到一個 有一個function 叫做mode 當然mode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 這個 Cell裡面也有這個MOD mode就是求餘數 如果它的餘數 假如為多少的話 如果每3個的話 你就除以3 所以我們可以程式怎麼寫 假設如果你希望把這個 帶到這邊來的話 我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一樣 寫一個 這個叫複製日期的一個sub 然後呢程式的寫法 一樣 4i等於2到最下面一點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上面來改 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就是把剛剛這個公式 帶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可是喔 我接下來 如果這樣寫的話 假設這一段 全部都把它改成 假設我把它貼上 這邊把它改成i的話 那它會變成怎麼樣 它每一個都做一樣的事情 有沒有 這邊變成說 那變成會多做很多事啦 當然如果你現在喔 這樣做 會變成每一個 每一個都幫你做 串接後面的東西 串到前面去 但是問題來了 這兩個不用做啊 只要做這一個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寫啊 一樣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喔 那個id的資料喔 假如是除以3之後 你可以mod3等於2的話 然後才做 then 有沒有 然後endif 把這邊的話按一個tip 欸你想說 為什麼mod3等於2 其實跟各位講喔 有沒有 剛剛有看到一個規則嗎 如果是2有沒有 2除以3於多少 於2嘛對不對喔 啊5除以3於多少 還是於2嘛 有沒有 8除以3於多少 8除以3於多少 還是於2嘛 所以喔 它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就是除以3之後於多少 欸 餘數都是固定的話 那你就可以啊 讓它執行 如果沒有不是的話 那就不執行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樣ok的話 不過你們看雲端喔 我除了習慣寫這樣的話 我另外一個寫法 我習慣是一定先把它減掉 先把減2之後喔 減2 I減2之後喔 我再去怎麼樣 再去除以3於0啦 我習慣寫成這樣啦 但兩個寫法都ok喔 沒關係喔 反正只要確定是 那一列是我要的 那我就執行看看 所以喔 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現在是 假如是 第二列是 余2 所以它就執行 這個剛剛跑過了 跑過所以剛剛 剛剛又跑一次喔 你看這個 然後再來下一個的話 下一個跳過 下一個跳過 再來的話呢 第五列 欸所以喔 如果I等於5的時候 那這個要做 所以做 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 它把下一列的 月跟日的自串 跟前面的年串在一起 輸出 ok 這樣就ok了 其他都一樣 所以呢 瞬間全部通通都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先練習 叫即時運算失窗 檢視裡面有一個叫即時運算 然後再把這個複製日期的公式 把它結合過來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